中華民國經濟部1月29日證實 經濟部部長王美花 將於2月5日出席與美方舉行的視訊會議 會議內容包括半導體 車用晶片等產業的臺美供應鏈合作議題 據悉 美國國務院助理次卿馬特摩瑞 和商務部代理助理副部長查理德·史蒂芬斯 將出席會議 臺灣最大晶片製造商台積電 及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高層 也將出席會議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當天回答記者相關提問時說 不了解有關會議 臺灣駐美代表蕭美琴表示 供應鏈安全是去年11月川普政府時啟動的項目 也是美台經濟合作關係對話的重要組成部分 拜登政府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 日前敦促中共停止對臺灣軍事、外交及經濟等方面施壓 並表示美國對臺灣的承諾堅如磐石 目前 全球汽車芯片短缺 美日德都試圖通過外交管道向臺灣求援 而2月5日的會議是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 美台首次對話 因此未受外界關注 新唐人記者言希綜合報導 新唐人記者言希綜合 新唐人記者言希維